台北大岸试水温 新北桃园520见尊章 房市年度大档329档期 进入前哨阶段 建商正蓄势待发 寄出指标大岸应战 没想到却碰到武汉肺炎搅局 会影响购物买器吗 疫情并不会影响你来看房后买吧 对 就是目前的时间 新婚刚没多久 有急迫性的需求 所以还是会出来就是看 还是太过了 从以前就是一直居高不下 不过建商也有因应方法 苹果新网调查 今年北台湾仍以新北各大重化区为主力重点 据助展杂志统计 北台湾329推案量约1600亿元 相较去年2225亿元明显量缩 但五大代销业者海月 贾山林 创意家贾桂林 新莲洋 都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延后推案 329档期一直来都是房地产的 大事 节奏 节奏如常 优质的产品不用去担心 所以近期我们所有的个案 我们认为省省乐观 房市已经经过前几年的盘整 目前是逐步回升 加烧呢 大部分人在现阶段都是自助需求为主 我们认为不会再重现SARS的房价崩盘状况 新北市依旧是房市热区 如细致将推出百亿大胺未来数 目前我们产品正在做最后的调整阶段 希望能够赶上三月底四月初 329档期的推出 重化区也很火热 包括一级战区板桥 江翠北侧重化区的新外滩地景系列 总销25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台北豪宅市场 在今年3月9也相当热闹 像是大安区指标案润态敦风 是唯一打百瓶的豪宅产品 每瓶开价210到250万元 总销高达200亿元 市林区也加入豪宅战场 推出远山地堡 离捷运建坛占仅300公尺 每瓶开价95到110万元 总销68亿元 防疫的一个措施 其实让很多国人都很放心 很多的企业组跟老板 都把资金移回到台湾 逐渐放在我们的房地产 台北市外环 所有第一圈的一个个案 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成绩的一个展现 另外传出329 将有南港指标案世界明珠 及正义国宅都更案 丹曼涛尔挂帅 背色外界瞩目 到现在却没消没息 对此销售的业者表示 世界明珠已售72户 剩下等完工再卖 而戴曼涛尔第二货三季会推出 那329到底适不适合进场买房呢 不少人也考虑等疫情结束后 再进场 所以这时候 我们会建议消费者 应该要逆向思考 当大家都在观望 那能勇敢进场的购物者 反而有机会 获得不错的一家空间 不过专家认为疫情一来台北 安量掉了余半 疫情变化因素人大 还是保守为要 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329档期可能就 也像某些媒体讲的 可能就会泡汤了 那这个很多的案子 会顺延到520档期 那520档期可能会呈现一个 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等待见 再次见 第四季 被探索的 最后是 都可以工作 一套 都可以工作 一年 一套 一套 一套